乌克兰声称用米格-29战斗机击落了俄军的苏-35 空战过程是真是假 空战结果是好是坏呢 观众朋友 网友朋友 大家好 我是傅前哨 近日乌克兰宣布其空军的一架米格-29战斗机击落了俄军的一架苏-35战机 基于对乌克兰军队战报的不信任 很多人认为这个空战结果不成立 应该又是舆轮战 一方面是乌军向来有夸大战果的习惯 毕竟乌克兰就曾经塑造过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基辅幽灵 另一方面呢 单从性能上看 米格-29也要落后苏-35半代以上 二者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 从理论上讲 不要说老式的米格-29打不过升级版的苏-35 就是面对老式的苏-27 他也毫无胜算 交锋的结果全是败机 有人会问米格-29和苏-27都是苏联或俄罗斯生产的战斗机 除了摩尼对抗演习以外 他们之间在空战中对阵过吗 别说还真较量过 二者之间的首次空战 驾驶苏-27和米格-29的对手 恰恰也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飞行员 1998年 埃塞俄比亚和厄里特里亚两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战争期间 埃方从俄罗斯进口了15架苏-27 而俄军则购买了10架米格-29 1999年2月25日 两架由埃塞俄比亚空军雇用的俄罗斯飞行员驾驶的苏-27 以4架由乌克兰飞行员驾驶的米格-29遭遇 有备而来的米格-29抢先发射了4枚R-27中距空空导弹 接到告警的苏-27一面紧急进行机动规避 一面实施电子干扰 最终莱希的导弹以他们插舰而过 躲过一劫的苏-27立即还以颜色 在飞行员的控制下 两枚R-27导弹直奔米格-29 乌克兰飞行员采取同样的手法 以致对抗 苏-27的拦截也没有奏效 当双方进入务视范围后 苏-27向一架米格-29发射了R-73近距格斗导弹 并准确地命中的目标 米格-29最低 其驾驶员跳伞逃生 第二天 双方再次对阵 但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飞行员 采取的对抗措施均比较得当 因此尽管双方有远及近地 互射了多枚中巨弹和近巨弹 却无一命中 导弹打光了 空中的搏杀就进入到了近距离的缠斗状态 但打着打着 米格-29拉西了 由于他们的航程和流空时间比较短 不耐久战 在颜料将近之时 米格-29编队集体掉头回射 苏-27紧追不舍 用航炮将一架米格-29击落 两天的空战结果是2比0 在这场苏-27以米格-29的雷台赛中 以苏-27获得完胜而告终 此次俄欧冲突爆发后 两国飞行员也交手过几回 空战中 乌克兰空军老旧的苏-27和米格-29仍无剩计 一次空战就被击落了好几架 那么这次乌克兰宣称的击落苏-35的战果是真的吗 如果仔细分析乌方公布的细节和现场视频 很有可能是真的 根据吴方的描述 当时这架苏-35在执行低空对地打击任务 随后他发现了一架米格-29战机 立刻就展开追击 结果被尾随他的另外一架米格-21 从后面把它击落 显然在禁具格斗状态下 出现二打一的情况 米格-29是完全有可能击落苏-35的 有人说这是一场可以载入教科书式的空战 或许吧 其实这是一种从一战二战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持续至今的基本战法 也就是尾追攻击 不要说一代机二代机这么打 就是属于四代机的F-22隐身战斗机 也多半会这么干 F-22以F-15 F-16等三代机模拟对抗时 之所以能够取得144比0的战果 按照美军飞行员的说法 他们往往会利用F-22隐身性能好 信息化程度高的优势 率先占据敌机后上方的位置 展开攻击 因为尾追攻击敌机自己追安全 对方根本就无法还手 只有挨打的份 好了 我们回到该话题 如果米格-29真的击落了苏-35 谁赢了 当然是乌军胜了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俄罗斯有可能也没有输 因为无论是米格-29还是苏-35都是俄罗斯生产的 米格-29在历次的局部战争中 从来就没有击落过敌机 只有挨打的份 因此其出口形式一直不如苏-27苏-30 现在好了 总算有战果了 这个广告效应还是比较大的 虽然成本有点高 损失了一架苏-35 但也有可能因祸夺服打开米格-29的国际市场销路 好 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